记者从厦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公安部治安行政消防等部门负责人 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 8号凌晨1点左右抵达厦门 目前正紧张紧张的开展工作 经有关专家会同当地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发现 起火公交车轮胎正常油箱完整 现场发现的助燃剂经检验为汽油 而起火的公交车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 由此可以排除安全生产事故 经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 据了解国务院工作组已经会同福建省委省政府调集优质医疗资源 对每名受伤人员研究制定了救治方案 全力开展救治和护理工作 同时按照一人一组的原则成立了多个小组 积极开展各项善后工作